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 所以你是向朝阳 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那当初你去找我药寨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我和他是同学了 你也知道我俩关系不好 为什么 桑小阳 你为什么拿到南大保送名额不用呢 我还是想考华财 经济管理是我的第一支援 那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南大的保送名额 占用别人的机会啊 所有机会都是公平摆在所有人面前的 你不想放弃 我也不想放弃 而且拿到保送名额 我也是靠我的实力的好吗 够了江湖 你爸爸是赞助南大奖学金的人 根本就没有公平 你和朝阳从初中到高中 一直不对服 暗自较劲 高三那年他本来想拿到保送名额 去读南大 但最后 他心里很受打击 影响了高考发挥 最后读了一个 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大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能理解你们俩的竞争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拿到了保送名额 又放弃了呢 这让他更觉得不公平 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这样 爸 爸 爸 我不想去南大了 怎么 又任性了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拿到保送名额 是因为我爸是南大奖学金的赞助人 就这点事 对 就这事都传遍学校了 现在没人觉得考试是公平的 对我不公平 对别人更不公平 江华 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好了好了 既然你不想去南大 不去就不去了 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 我跟张婉之间的心结 又何止这一件事